9位露面的孙燕姿 5月17日出席某奶粉品牌活动 现场和小孩合照十分文心 产后首次出现在大家面前 孙燕姿大谈育儿去世 虽然和宝宝相处甚是幸福 但孙燕姿透露 目前没有追生第二胎的打算 多是一胎目前没有这个打算 但我觉得很难说 可能非常上手的时候 是可以考虑做这件事情 孙燕姿的音乐陪伴着无数人的成长 虽然现在以为人目 不过燕姿仍然没有离开歌迷 明年即将提搬循玉演唱会重回乐坛 谈及宝宝是否继承了她的音乐天赋 孙燕姿也是毫不隐瞒 开心表示宝宝非常喜欢音乐 她非常喜欢音乐 其实她吵的时候 我可能要唱很大声 Twinkel 她就是要引起她的音乐 其实唱歌就可以了 她对钢琴特别喜欢 但肯定她最喜欢那个钢琴的味 就是味道 因为她都是用甜的 用咬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杨茜茜